在杭州市萧山区的千年古镇和小上海之称 如今乒乓球在里已经掀起了热潮 因为八一荣市农农和山东农农在第一场比赛里边 山东农农三比一曲的胜利 现在双方进行 所以第三盘和第五盘都采取三局两胜制 有规律的收看各个项目 看到这是穿紫红色运动服的两个选手 是来自八一荣盛中宫的运动员 一个是周宇 一个是银行 技中能源的女选手曹珍 表现的一个规律 有的运动员适合单打 有的时候像张超运动员 他的双打水平就比较高 他单打很好 但是到双打的时候很有关系 打一下 所以往后打的桌板回合 发球方比较被动 所以他的比分老是在交错的上升 发球的难度大 这样张超和方博一次相逢的时候 张超和张博 方博和张超是2比0 战胜的周易和尹 稍后我们来看下一局 现在平常联赛打到这个份上 进行一次交锋 而且所谓的双循环就是一个队和另外的期待 第一的是宁州海天速机队 特别是马龙起了很重要作用 是胜七场负一场 那么在女子比赛中 现在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 输了一场 所以作为集中能源联盟以后 运动员现在的状态表现非常好 而且他们几个运动员的发挥也非常出色 而且在这个整个的排名中 现在穆子排在第三位 曹真排在第七位 所以也使得他们能够排在第一 那么这场比赛 我觉得是个新的看点 特别是张继科输给了周瑜以后 李永德教授你认为 下一盘王浩和张继科的交锋 主要的看点在哪 选手应该都说是个老运动员 他们那个技术都非常特别表现在 他在前三板 就是说发接墙 这三板上的制度能够打出来 我觉得就是说他跟张继科 在这个比分上会比较接近 如果就是说双号的这个直排横打技术 如果就是说在比赛当中能够 首先的使用 首先的发力 我觉得张继科 但是今天这场双打的 胜利就非常重要 如果说山东鲁能 在这个今天的双打比赛中 不能够取得胜利的话 才有张继科和王浩的这个比赛 相反来说 就是方博和张超 鲁能这两个选手 谁抢得多 谁先上手发力拉 那么他的比分 我们看还是跟着他的打法 是紧密联系的 观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的时候 当时第24届男子尸体杯和第8届女子尸体杯 现在正在进行的第三盘的双打 那么下面一局就成了关键所在 稍后我们来观看双方的决胜局第三局的比赛 就是巴一荣胜重工的领队 中鲁能最终会以3比2取胜 因为王浩和张继科比赛 我们还是双打这个很重要啊 但是我们还是看度的重视 这也是一场巅峰对决 希望大家等一会儿呢 那么两个运动员的配合 一个就是说 回头的弱点 要自己进攻 还要呢 看人打 漂亮 再来 哦呦 很漂亮 还手 还要呢 看人打 漂亮 看到他们这个步伐还有整个的身体一个重心啊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八一队呢就是一索一诱 周宇是左手 尹航是右手 成了的话就以3比0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离球他也比较近 离球他也比较近 所以从这个相持当中呢 我们看还是比较主动 漂亮 拉起来 哦 漂亮 拉起来 防得好 保持 这是隐行 隐行防得好 现在可以看到王涛是非常紧张啊 啊 观众朋友们 大家看到今天这个比赛啊确实 我发现了 看来 背负 一 一 一 二